今天我们教的就是做唇膏 我们选用的材料就是在这里 我简单快点教一下什么叫做这些材料 橄榄油大家都众所周知 我们要选用一些比较漂亮的橄榄油 一定要选用初榨橄榄油 橄榄油是有角沙稀的成分 角沙稀可以做到深层渗透 所以橄榄油是一个护肤非常好的材料 至于橄榄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湿材料 可可巴油 可可巴油其实不是油 它是一种液泰腩 可可巴油是可以做了一个深层渗透 即是去到你的深层 皮肤深层 让皮下的脂肪组织可以保养好 它便没有这么多血水 没有这么多肝 风蠟即是抹风蠟 风蠟是由供蜂 身体中有蜂腺 是供蜂区分泌的 风蠟是在蜂巢里的建筑材料 风蠟用来的是 當然是提供一個凝固劑 是天然的凝固劑 而它是一個非常大的好處 作為人類我們一定要知道 蜂蠟其實它是一個抗菌成分 你想想一個蜜蜂鬥 永遠不會腐爛 它們家屋永遠不會爛 就是因為這個蜂蠟 它們有非常對抗微生物的功效 至於坎地里拉蠟 坎地里拉蠟是南美洲小竹樹提煉出來的蜂 為何要加坎地里拉蠟呢 因為蜂蠟的唇膏會比較軟 坎地里拉蠟提高硬度 譬如有些人是食齋或蜂蠟敏感的人 它們就不能放蜂蠟 只能放坎地里拉蠟 最後維他命E 為何放一滴呢 其實它的作用是抗氧化 我們簡單地叫做防腐劑 維他命E是天然的防腐劑 是油溶性的防腐劑 譬如說這支唇膏 全部都是油 它就可以適合用維他命E 如果是水的話 水劑的就不是用維他命E 如果是比較漂亮的天然的 譬如說用納米銀 水劑 如果不漂亮的 就用一些很化學的防腐劑 那些我們就不提議的 水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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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劑